大家好,我是教子,今天又是我休息的日子 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上周 就是3月15号发生在基督城关于那个枪杀案的事件 我今天想说点什么呢 然后我特地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在这边这么多年 然后在国外生活一个完全不一样文化的地方 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些感受 其实这件事情距离今天已经四天过去了 然后就我现在看见最新的新西兰的消息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是现在总理他们已经在研究关于新西兰的空枪法案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研究这种空枪法案就跟美国一样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行为 一种一种行为 其实我们就看 我不是说就是哪个民族或者哪个一定比别的民族有优等 其实这个其实是个误区 就像大家经常会说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美国人怎么怎么样 但是它有的文化它会体现出一些特性 你比如说像看美国每年那么多枪击案 但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这种枪击案就会很少 就是现在尤其是像全球 随着科技和网络的发展 这个世界的空间让我们觉得越来越小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种世界和多元文化的认知 远远没有赶上我们科技发展的这种步伐 也许大家会认为这件事情现在发生在新西兰地球的另一边 和自己生活的 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很小 但是我想说不是的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看 其实这个枪击者的这种心理 可能它存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社会 如果我们去深挖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 包括国内现在有一些城里人对外来人士的歧视 包括外来人对一些城里人的歧视 其实这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萌芽 如果我们不能从自身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这样的悲剧一定不会结束 这里我想提倡一个就是 我们光提倡这种没有根据的浪漫主义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 它不能从本质上去解决问题 我们更需要的是 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 让大家尽可能地去多了解彼此的生活 从而建立一种相对比较公平的沟通渠道 我觉得这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一些更好的意见 请希望大家给我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